我不評論周一寇的話 因為我的智慧沒那麼高 因為他甚至也喊話黨內要處理你跟高家瑜 說明什麼人老作怪之類的 他更老是嗎 我吵他10歲吧 不小心講出他的祕密 高家瑜針對這個6000塊行政司令的言論 明年周一寇現在喊話說他是背哥哥 還說要賴清德當黨主席之後去處理他 不然他這個習近平不要了 乾脆讓給黃山山算了 你怎麼看 我不評論周一寇的話 因為我的智慧沒那麼高 因為他甚至也喊話黨內要處理你跟高家瑜 說明什麼人老作怪之類的 他更老是嗎 我吵他10歲吧 不小心講出他的祕密 我認為高家瑜說的做的是對的啦 即便他有一些話講的方式 可能不被人家所喜歡 可是我們參與政黨 第一個我們這個政黨原始他的精神目的是什麼 那高家瑜並沒有違背 反而他更符合我們這個黨原始的精神 那第二個政黨只是手段 目的是要為國家為社會做事 所以我覺得成天拿著政黨黨紀要去處分別人的人 成天喊團結的人 其實都是想幹壞事的傢伙啦 他們蛊惑我們其他的黨員 其他社會的支持者 那來指責說人家講真話是不對 這不是很奇怪嗎 我們黨還有許多大佬 現在仍然健在 雖然年紀大了 大家可以去問問他們的看法跟想法